我希望我老公可以帶我出去稍微放鬆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上半年真的非常非常的 時間真的很近 所以就是真的沒有辦法好好的放鬆 那就是希望老公可以帶我去放鬆一下這樣 那接下來有期時間嗎 我想問你會有什麼事嗎 因為我老公今天有說應該是沒有什麼事的 特別要笑聲 就是我覺得我老公不是浪漫類型的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其實只要 我們可以達到休息的時間 然後一起工作上沒有成就感 所以就很開心 第二台準備了 其實我有去看醫生 他有跟我講說 我不太適合再懷第二台 因為我壓力太過大 加上我工作的關係 就是他說我今天如果沒有好好去調身體的話 基本上第二台是蠻難的 對就是壓力太大了 因為這個原因有很多 那其實查不出來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都是就是很自然的正常在做人 可是對可是就是醫生說其實是有難度 到15億 超高 我 這有進度嗎 我 基本上我太想要讓它發生 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太高了 這樣不會讓它很大的壓力 對 對 因為我們有囤貨壓力啦 所以 越高其實基本上壓力是越大 所以前陣子繳稅是有繳多少錢嗎 我繳好繳慢 繳到那個去年過年 欸今年過年 因為過年我沒有做生意啦 對不對 過年休息 對 你竟然你過年有 我過年有一段時間是沒有 然後那個月好像沒有 然後那個國稅局打來 說欸你今天怎麼沒有 那個我說因為我今年沒做生意 我這個月沒做生意 對它又打來關切這樣子 對可是我們是繳好 我們的稅找非常 去年喔 去年總共好像差不多兩千吧 兩千萬 對 但是因為我們是代購 稅金額算比較高啦 就是 所以稅也高 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